海巡第13暗巡隊開源安檢所巡邏主在 蘭嶼五孔洞坦克岩暗季前方50公尺處 發現了一隻擱淺而且已經兵現死亡的鯨豚 海巡人員協助進行採檢 並且把體育的遺骸移到其他地方來進行掩埋 海巡人員正在進行死亡鯨豚的檢查作業 並準備將它移至它處進行掩埋 29日下午3點多左右 第13暗巡隊開源安檢所的巡邏主 在巡邏的過程中 在蘭嶼五孔洞坦克岩的附近 發現了一隻擱淺的鯨豚 經上前查看時已經明顯死亡 而海巡人員立即聯絡成功大學 鯨豚中心的王浩文教授 經過外觀特征的研判後 初步判定品種為科室匯金 而後續海巡人員也協助進行採樣 並將樣體送回本島 交由鯨豚研究單位使用 該鯨豚已明顯死亡 丈量起體長約540公分 緩約162公分 經回報成功大學鯨豚研究中心 辨認其特征後 連判為科室匯金 後續交其檢體採樣後 交由鯨豚研究中心實施研究 第13暗巡隊也呼籲 如果民眾發現有擱淺的鯨豚 可以撥打海巡署的118服務專線 海巡人員會立刻派員前往協助 共同維護海洋生態以及環境支援 記者陳吉林 蘭宇香報導 好棒 好棒 好棒